这题用到的观念是,我这个往下移动,我经过的电阻是这一段,我上面不会经过,所以我经过的电阻会变少,那经过的电阻变少,总电阻会变少,那总电阻变少,总电流会变大,所以安培计电流变大,OK,总电流会变大。 那总电流变大,那再来这个V呢,这个V就会等于I再乘上R1,那R1不会变,当I变大的时候V会变大,OK,当I变大的时候V会变大,所以答案就是,第一个,电阻变小,电流变大,安培计测到电流变大,那这个伏特计的电压也会变大,所以都变大,所以答案都变大的话只有谁,答案A,好,都变大。 感谢观看